警方為了加強防騙宣傳 星期五透過頭條日報 和英文虎報兩份免費報章 向市民派發防騙宣傳單章 繼二月份推出第一份宣傳單章提指後 第二期內容是關於 猜猜我是誰的電話騙案 據警方資料 今年第一季的猜猜我是誰騙案 有431宗佔電話騙案的72% 騙案的損失金額是超過3700萬港元 而受害人以60歲以上的長者居多 其中一個80歲的婆婆 收到騙徒打電話來 冒認是她的兒子 聲稱自己被警察扣留 急著要保釋金 最後損失了120萬 那不想被人騙 就要留意著提指中提到的防騙小錦囊 看看如何透過望、聞、問切、捏死照 會破騙子的假面具 啦!